電腦王阿達是台灣最棒的科技網站 大家一定要支持他 嘿 大家好 我是電腦王阿達 最近最熱門的AI消息 應該就是 之前被很多人笑 包括我 被譽為近期最爛的影片生成AI SORA 它竟然推出最新版的SORA2 之前Google推出VO3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的強 強到有點離譜 所以讓最早發布AI影片生成的SORA 處境有點尷尬 他們兩個一比 就可以看出SORA的表現真的非常的爛 不過這次的SORA2 真的是完全顛覆我之前對上一版的一個印象 這一版所生成的一個影片 它可以說是幾乎完全符合現實世界的表現 講中文它也要抽卡 就是有時候會失敗 不過成功率遠高於VO3 跟GoogleVO3不一樣 你一定要買會員傳人用 現在的SORA2 就算你是免費會員也能用 那接下來 阿達就快速的教大家 如何白嫖OpenAI的SORA2模型 那除了免費的SORA2以外 我在片尾還會分享 另外一個也是可以免費做影片的APP Gork 那接下來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 記得按讚訂閱電腦王阿達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SORA2目前只限定就是美國跟加拿大地區可以使用 你如果要使用的話 必須要準備幾件事情 第一個 電腦會用VPN 那第二個 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需要SORA的邀請碼 稍等會分享怎麼取得 那最早之前啊 你要用SORA2 你那個時候只能用iPhone 然後你必須要一個美國的帳號 還要VPN到美國 還要邀請碼才會用 現在都不用 昨天阿達網站睡覺之前 突然想到這個整個流程走下來 APP的部分不是必要的 結果一實測 才真的是這樣 接下來阿達所分享的方法是 不管你是電腦 安卓手機 iPhone 全部都能用這招 只用SORA2 首先阿 第一個就是說 你必須要有一個信箱 就算你現在已經是OpenAI的會員 不管是付費免費會員都沒有差 如果你現在不是會員的話 譬如說你現在只是臨時想玩 因為它現在是算限免 所以你可以註冊一個帳號 然後準備用它來登入我們的TripGT 現在已經VPN完了 接下來呢 我們就直接這裡打SORA 現在這邊大家看到的是 您已經翻牆過的美國版 它現在已經全部滿滿的 都是SORA2所做出來的畫面 我這邊直接先登出 我換另外一個帳號 那我們這邊直接 輸入信箱 這時候就要到你的信箱去 收驗證碼 這個時候呢 我們這個帳號就已經註冊完了 就是確實繼續註冊完了 我們直接進去SORA 如果你沒有翻牆呢 你會發現你這裡的頁面 就不是所謂的新SORA 這邊就要輸入我們的邀請碼 那現在大家看到這邊就是SORA所有的影片 大家可以先挑幾個來看看 像這個就是我做的 我家的貓咪在那邊跳舞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 這是阿達 那旁邊這邊啊 大部分的影片 它都會有提示詞 所以呢 你要做影片也很簡單 你只要看它上面的提示 照著做就好了 不過呢 要使用SORA2還是有些限制 你要進來這個頁面之前 你一定要先VPN到美國 不然又進不來 那第二點啊 它現在可以用圖片來生成影片 但是呢 是不能用你自己以外的真人來做影片 那你自己的真人的畫像怎麼做呢 變成說你必須要一個美國帳號 然後翻到美國 再下載所有的APP 然後下載完之後 它有一個頭的一個擺動的動作 然後再輸入邀請碼 這樣才能用 它只能用你自己的頭像 或者是有些名人 他自己把頭像分享出來 比如說像SEN AUTOMAN 他自己的那個頭像就隨便人家玩 那另外就是說 譬如說 你要求他幫我弄個鋼鐵人 他可能不行 迪士尼的什麼人物 也不行 這種知名的IP也不能用 但是日本的卻可以 說我們自己實際上像皮卡丘啊 這些他不管 我在猜應該是法務的兇悍程度的關係 第二就是他對摟露這部分的指令 相當敏感 像我自己在做 連叫要穿比基尼都不行 有時候穿泳裝也不行 有點囉嗦 那第三個就是 它是可以講中文的 不過你最好是讓它自己發揮 譬如說你可以在指令裡面打 Being in Mandarin 或Speaking Mandarin Sam今天給大家介紹一款叫Apple的蘋果 看起來是不是很新鮮 每一顆都脆甜多汁 非常好吃 現在在網上就能買到 我已經離不開它們了 喜歡就下單吧 你也可以從頭到尾 都用中文的命令來輸入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叫他講台詞 但是呢 這個台詞 我個人建議最好是用簡體中文 不然的話亂念一通的機率非常非常的高啊 好那接下來 阿達就直接的做幾個影片 來給大家看看 那我們這邊就按個加 那這邊就有一些媒體的限制 大家可以看 你不可以上傳低於18歲的 你不可以說什麼暴力的內容 大家自己看一下 你上傳的東西你要有版權之類的 反正你就全部接受 不然你也不能用 按加這裡 我們就可以上傳照片 因為我剛剛這個帳號 我並沒有做一個拍攝頭像的動作 所以它沒辦法直接引用我的臉 那我就這邊直接下中文命令好了 然後在製作的時候 它這邊就有一個排序的功能 大家可以看這裡 正在運算的動作 可以點下去 然後這邊它就再產生草稿 那這邊就是你的後台 原則上你做什麼東西 你只要不送出去 前台是看不到的 如果你不想分享你的提示詞的話 你只要不要把影片PO出去 別人都看不到 以上就是從你沒有帳號 直接申請個CHERFGT的帳號 然後直接申請一個 美國SOVA2的帳號 剛剛整個流程 你都可以在任何的裝置使用 譬如說像平板 或做像安卓手機 iPhone它是用APP 等一下再介紹 我現在使用的是一般的安卓機 直接示範給大家看 但是安卓部分呢 它到現在還沒有APP 進來這裡面的所有影片 全部啊 都是使用SOVA2做的 非常的驚人 那效果也很好 像我們比較大的問題可能是說 我不會寫提示詞怎麼辦 大家可以看喔 這邊幾乎大部分的所有的內容 點進來 它下面都有提示詞 你如果不會寫 你只要照抄就好 譬如說像這個是 皮卡丘玩扎爾打的一個影片 如果你用電腦段的話 你可以直接複製它的Prom 直接產生就好 那像這個的話 比較藍一點 我就直接用這種截圖方式 我就直接複製它的一個提示詞 然後之後我們再回到我們頁面 來做生成 那要生成影片也很簡單 那我們直接這邊按加 在這裡 你就可以直接輸入提示詞 它做的方式有幾種 第一個就是你直接下命令 它可以用中文也可以用英文 如果說你希望他講中文的話 有幾個技巧 第一個 你讓他自由發揮 譬如說你就寫中文 請他自我介紹他是誰 自己講個笑話 那第二個 你如果說要效果好的話 那你最好是用英文的提示詞 譬如說誰誰誰在台上講相聲 或講笑話 然後用中文 你如果說不會寫英文的話 你可以直接拿去給ChillGT 或Jimny去做翻譯 這部分就沒有什麼難度 大家好 最後的晚餐 兄弟們都到齊了 嗯你們看 這邊是彼得 笑得最開心 這位是約翰還是最年輕的一個 然後 這裡 猶大 他現在看著挺正常的 不過估計等會兒 那第三個就是說 你直接用中文寫也可以 你可以寫說 一個漂亮的年輕女孩 然後對著鏡頭說 請按讚訂閱電腦王阿達頻道 請按讚訂閱電腦王阿達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重點就是說 你如果是用中文的話 那你的這個提示詞 請記得 輸入簡體中文 不然你用繁體中文 他有非常大概率會亂講 現在我們直接把剛剛 我複製下來的這個 他上面就會寫說 這已經進入排程了 所以他已經在後台那邊製作 很簡單 你要點最右邊這個 然後在這邊他有這個草稿 正在賺 賺完之後 這個影片就會生成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回來看 接下來我再為大家講 他的第二種製作方式 就是說你可以加入 你自己人像 或是說分享出來的名人 上面有列出來一些 願意分享自己頭像的人 你就可以使用他的臉 來製作影片 假設我選Santa Ultimate 然後輸入一段提示詞 我就點他 他就會先tag他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輸入提示詞了 然後他又會再繼續做 那接下來是第三個 就是使用我的頭像 那你要使用自己的頭像的話 就有點限制了 就是說你必須要使用的是iPhone 然後你要跟美國的帳號 一樣用翻牆的方式 到美去了App Store 去下載Zora by OpenAI 山寨的軟體很多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下載那個之後 一樣輸入邀請碼 接下來他會要求 你要做一個轉頭拍攝的動作 這個動作其實就是 記下你的人臉的各個角度 然後他會要求你唸三段數字 就用英文唸 這樣子你講的聲音 他也會模仿 像我這邊我已經做好一個 KOCPC就是我的人臉 我可以這樣子點下去 這代表用我的影像 來做一個影片 那另外還有一點跟大家介紹一下 像我們如果預設值 沒有改的話 這個影片做出來是橫的 而且他的解析度會高於VUO3 那你可以在這邊點一個設定 他這邊就可以選擇你要做直還是橫的 像預設值是橫的 你可以把它改成直的 那接下來就輸入一段提示詞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看 我們剛剛製作的影片 第一個就是皮卡丘的 我們剛剛是超人家的提示詞 是英文的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我只是寫了一段字而已喔 他就全部自己補全了 他模仿的微妙微笑 有沒有很厲害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個 我只是寫了一段說 Central Altman去大賣場偷顯卡 所以大家一看這個影片 做得非常微妙微笑 他連聲音都有講 對擺也是他自己編的 我什麼都沒有提供 那接下來我們看第三個 用阿達頭像的一個影片 Central Al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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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影片呢 雖然一看就知道是我 但是我會覺得他有缺陷 就是他眼鏡不見了 那大家可以看這個指示 所以如果做得不好 沒關係 你就繼續給他做 他是抽卡的一個機制 自然 那接著呢 阿達再做另外一個 就是讓他講中文 如果要讓他講中文的話 你最好讓他自己發揮 直接用英文下去寫提示詞 然後這邊呢 他裡面有寫說 請按讚、訂閱、電腦 往阿達頻道 再開啟小鈴鐺 記得你叫他要講的時候 就要用Madeline講 就是中文的意思 那我們直接把這個送回去 那影片做好了 那我們直接看一下這一段 是不是很簡單 因為他不准你用真人的照片 所以你也可以 譬如說用我家的貓咪 然後叫他做一段 類似像美少女戰士的一個影片 然後一樣叫他按讚、訂閱 電腦王阿達頻道 不過這一段呢 他下面就有一個奇怪怪的字出來 後來就自己PS 自己用檢印把配上正確的字幕 這個也很方便 所以以後大家看電腦王阿達 可能就會常常看到各種美女 跟各種卡通網路 要請大家訂閱 那以上就是大概Sora 2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當然他玩法非常非常多 我如果會一一帶大家看的話 這個影片半小時都播不完 只是說他的變化大概是這樣就是這樣子 你用中文提示詞也可以 英文提示詞也可以 就要講中文也可以 反正怎麼做都很簡單 那他跟VEO3的比較呢 我自己看啦 就是說他目前的水準很高 但是你說有非常非常高嗎 其實我自己覺得這個跟VEO3的完整版 水準是很接近的 但是老實說我是覺得可能 現在目前的Sora 2 可能又比VEO3好一點 VEO3像你如果只是用 Plus的話 或者說用 Fast Touch做 那個影片老實說我是覺得 是輸給目前的Sora 2 那目前的Sora 2呢 他是完全的免費 那我覺得啊 他接下來一定會趁這個四頭 先搶一大堆用戶之後 再改成付費的 或者說免費的人只能做幾片 那現在呢是隨便你做 我這兩天已經做十幾片都沒事 所以大家記得 趕快去註冊一個來玩 你不會用VPN 然後你也覺得很麻煩的話 那老實說 我覺得啊台灣最晚大概下個月 應該也會開放 因為他是分區慢慢開放嘛 不太可能瞬間全開啊 接下來就講到邀請碼的部分 如果說你現在已經註冊完的話 我教大家怎麼去拿邀請碼 第一個如果你是手機版的話 你可以點你自己的個人頭像 右上角這邊有點點點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邀請你的朋友 這邊就是你的邀請碼 你就可以一次分享給四個朋友 目前這個東西還是邀請自然 桌機也一樣很簡單 桌機你只要點左下角 這邊他就會出現一個邀請朋友 他一樣也會出現邀請碼 我現在沒有邀請碼怎麼辦 請大家到說明欄裡面 阿達會放一個網址 那邊有現在目前我自己分享 跟其他網友有拿到我的邀請碼之後 再分享出來的邀請碼 你可以去那邊看剛分享出來的邀請碼 給他拿出來用 那我希望大家自覺一點 你知道從我這邊取得那個邀請碼 而且註冊成功的話 你可以先分享給你朋友一個兩個之後 再貼出你的邀請碼 給別人領取 這樣子在這段時間之內 讓更多人來玩非常好玩的Sora 2 另外最近還有一個網站 可以不用邀請碼也能玩Sora 2 請大家看說明欄的教學 最後再給大家看一下另外一個 現在目前完全免費 可以隨便用照片做影片的Glock 馬斯克的XAI 他前陣子也不甘寂寞 也做出你可以讓任何照片轉影片的功能 而且他目前是完全免費 現在目前沒有分區 你只要在台灣或任何地方 下載Glock App 進來Glock之後 Glock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好玩的 他就是可以跟一個女AI聊天 這部分我就不多講 之前我們有寫文章 那個可以色色 那你要用的很簡單 他這邊有一個叫Cred Video 然後你就可以選擇任何照片 這邊就是我們像進行面的照片 我就給我家的貓好了 然後他上傳完之後 自己就會生成影片 這邊就沒有任何的難度 重點是你不能在多極端使用 你也不能在XAX自己的APP裡面使用 你必須另外下載Glock 他基本幫你做任何影片 在做的時候 你沒辦法對他下任何的命令 他做出來的成品都是隨機的 沒辦法說叫他做直列動作 像我這隻貓 他就做他動了兩下的一個樣子 優點就是說啊 他是完全的沒有任何的限制 只是說他製作品質就沒有像 VIO3 或像那個SORA2那麼好 大概就是像SORA1 好一點這樣子而已 那優點是不用錢 而且他一樣有聲音 以上啊 就是這次為大家介紹 SORA2跟Glock的無線影片生成的一個分享 如果大家喜歡這種分享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跟開小鈴鐺 阿達之後還會繼續為大家分享一些 好玩好用的軟體分享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